哈喽朋友们 这是大病初遇的小张儿 给大家拍的2022年最后一期好无分享 也特别开心这个栏目 伴随着我和大家度过了又一年 那同时你们也跟我一起见证了 很多次打开快递的心动时刻 许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希望下一次拍好无分享的时候 已经是在我新家了好吧 我们先来拆一波护肤品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随着年纪越大 其实你在彩妆上面反而不会买太贵的 但是护肤品不管怎么样 家里还是会有一两个看价的东西 我前段时间生病的时候 皮肤状态就莫名的非常好 其实我那几天护肤特别精简 因为真的太取了没有力气 我就只用了一个精华一个面霜 精华就是这个赫莲娜的小针管精华 我就当时一口气把这一瓶用空了 所以我在之后就立刻回购了一瓶 它里面是添加了大量的波色阴和胶原性生态 是可以激活你脸上的胶原蛋白 就产生一种碰碰的效果 它里面还有五重的高能复合不尿酸 这个成分真的蛮厉害的 它是来自瑞士的填充剂不尿酸 所以可以深入基底去抑制你胶原的流失 所以一方面是补充 一方面是抑制流失 不管你是因为熬夜产生的垮脸问题 还是年龄增长产生的肝纹 都是蛮有效果的 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是这里 它这个针管上面是有刻度线的 所以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控制你每一次的用量 如果你想要足量的话 就把它完全拉开 在这样抽出来之后 就可以取到足量的精华 它的这个质地真的像丝断一样的 就是非常的顺滑 然后很轻盈 完全不粘腻 推开之后呢也很好吸收 就整个是非常滋养的 但是又不会给你的脸造成很重的负担 所以我平时甚至会拿它来当眼精华用 这样一瓶多用感觉也是蛮省钱的 而且它也完全不挑肤质嘛 干饼皮可以用 香油皮用起来也是没有负担的 眼霜的话 我最近刚刚收到了这个 娇兰的玉婷兰花系列的眼霜 这个瓶子真的是太美了 它这个成分依然是玉婷兰花系列的 这种很贵妇级的成分 然后可以去刺激你眼周 胶原蛋白的一个合成 而且它是用了一种纳米级的渗透技术 所以我每次用的时候 会感觉它真的吸收的非常快 而且你是可以肉眼 见到你眼周的那些 假性的肝纹细纹快速消失的 它这次配的这个按摩棒也挺特别的 是一个黑桃的材质 质感也特别好 反正拿它去配合眼霜做按摩 有一点冰冰凉凉的质感 而且很好玩 刚才看到可福美 给我寄的它们的一系列的新品 有这个保湿精华水 还有精华霜精华乳 我可以拆开用了 给你们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接下来我们来拆两个 香奈儿的东西吧 反正每次拆它们家心情都很好 一个就是这个 也是它们新品的一个粉底液 还带一个粉底刷 这个粉底刷的这个套子是皮质的 质感很好耶 而且这种粉底刷真的很好用 就因为它毛做的很软很细 所以你在这种打圈上粉底的时候 真的上上去的底妆非常细腻 然后这个是美丽的粉底液本人 它这个粉底是一个养肤性的粉底液 给大家看一下粉质 有一点点的流动性 然后推开之后 哇是有一点那种很好看的奶油肌的妆效 我看了很多测评 就听说这个粉底的抗氧化性特别好 而且它填补毛孔的那个能力非常的强 就不会让底下子有那种假面感 但是会有整个皮肤非常细腻的 让毛孔隐形的效果 再来拆一下夏娜尔的这个蔚蓝男士香水礼盒 我觉得这个是送给男朋友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它是有三瓶香水 包括淡香精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看的笔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香水 我记得也是木质香蕉的 带一点葡萄柚 所以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喷的 超级漂亮的那种深邃的叶一样的那种幽蓝色 我跟你讲 真的是一个男生如果喷着这个味道从我身边路过的话 我一定会多看他两眼 就属于那种非常干净的 你会觉得气质极好的一个男生的味道 真的推荐特别是商务男士选香水的话 一定要看一看这瓶 然后还买了一个米诺蒂尔 因为我那个头发中缝这里是有一点点凸嘛 所以想说试一试 我买的这个是一个女士专用的一个泡沫喷雾 我会觉得它比起那种擦拭的那种设计来说 要更方便操作一些 等我用完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有没有用 这个也到了凯蒂安的15周年的一个纪念版的香水 哇真的好美啊 这个香水朋友们好漂亮啊 它这个设计灵感是来自阿贝尔铁塔 然后瓶子的瓶身呢 也做了这样像烟火一样光束的设计 有一点Art Deco的那个风格 它这个上面每一瓶都有一个专属的编号 这个是1000分之108 一共只有1000瓶的一个限量版 然后这个瓶身的侧面还有非常好看的雕花 哇整个瓶子就完全是一个艺术品 它这个香味有点区别于那种脂粉味和烟熏味的痰木香 它是带一点点奶香的那种痰木味 在那种木质香料的基础上就加了一点点小俏皮 这上类的单品我其实到年底了就没有怎么大买特买 但是还是有几样非常喜欢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一个就是来自我最爱的高跟鞋品牌之一 Javin Torosi他们家的一个新款的宝石高跟鞋 所有穿过这个品牌高跟鞋的人才知道原来高跟鞋可以坐到这么的舒适 基本上我穿着频率最高的几双高跟鞋全部来自他们家 这个他们家比较经典的款式的高跟鞋 然后这里是一个挂带的是可以调节的 跟高也不是特别高应该比较好走路 比较特别的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这种透明的大宝石扣 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我还是选择了白色 我觉得可穿性比较高一点 而且他们家的皮质真的你一摸就知道上脚会非常舒适 包包的话是收到了这个PACO寄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看的晚宴包 我前段时间去参加保时捷的活动的时候也有背这个包 当时就被好多人问是什么牌子 但是熟悉PACO的朋友们应该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他们家非常好看的这种金属的夸张的手机 我觉得在年底尾牙年会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适合 然后这个包包很特别的 它是做了一个这种金颖的拼色 整体看起来有一点点渐变的感觉 这个包链也是你可以像这样做腋下包单独背 你也可以把它拉长了做一个鞋化包装饰性比较强的这样来背的 PACO真的是所有的单品都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 他们家的包可能并不会特别的实用 但是你挂在家里面之后就会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接下来是来自大货的X-Wessel他们家的一个厚底的这个流化鞋 但它这个系列呢是做了这种小相风的鞋面 有粉色的 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所以我就要了这双黑色的 这种鞋子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就特别是在冬天你去搭配那种 宽宽松松的牛仔裤去配一个羽绒服穿都很好看 而且它这种错落的鞋跟设计 本身也会打消掉那种厚底鞋比较笨重的感觉 就反而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层次感 我前段时间不是拍了一组穿那个内搭拍的那种氛围罩吗 就非常多人问我上身穿的衣服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非常有名的内衣品牌Intimisme 它这个衣服我当时一收到的时候完全被这个材质震惊了 因为它是莫代尔加一点点那种羊绒的料子 所以它上身之后整个的肤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感觉摸起来滑滑的 真的是比我的皮肤还要滑 然后它的弹力也是非常好非常惊人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秋冬的时候就选择内搭 还是要选择这种柔软贴肤性好 同学比较耐穿的 不用一记一换了 另外就是买了一个旅行用的包包 Royway的 这个是我在三亚逛女学店的时候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旧款的 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 你看它是一个有一点点这种度假感觉的 但是平时你拿它来装东西也比较装得下的 因为容量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包包 然后它也是可以像这样直接做腋下来背 这边还有一个皮质的编织的手柄 也可以手提的 它有一个那种奶白色 还有一个这种咖色 我觉得咖色度假的时候背应该还挺好看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颜色 另外我还买了一条这个奶奶的围巾 我当然主要是被它这个陶瓷扣吸引住了 而且它这个标也是奶白色的 就整体有一种奶糊糊暖融融的感觉 真的很好看 其实有点掉吗 另外我还入手了一条牛仔裤 这个牛仔裤呢是来自一个很新的设计师品牌 Permanency品牌的理念就是向城市的流浪者奔去 也是希望说可以一带一带传下去的 就是你不会轻易更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本身的这个水洗的做臭感也非常强 但是整个牛仔裤是有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它这个口袋这里是做了一个这种几层的小口袋 然后后面的口袋也是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包边的设计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布料 反正这个牛仔裤是属于不管你拥有了多少条之后 一看到它还是会觉得眼前一亮的那种 还收到一条IOMI寄过来的裙子 看似蛮传统但是又蛮特别的设计 它这里是带了一点点这种low肩的感觉 然后腰线这里做了一点点这种褶皱的设计 然后整体呢又是一个非常优雅的长裙 这裙子的布料是挺扎实的 所以我觉得在冬天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 比如说里面穿个打底啊 或者是外面去照一个那种松松垮垮的毛衣外套 我穿应该也很好看 这个是安妮病也是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品牌 然后他们的一个新年的礼盒 哦 这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那个格纹的包包 很有秋冬的感觉 好好看哦 这个配上他们家的那个大衣或者西装穿应该很好看 还有一件卫衣 是他们家的字母logo的卫衣 然后带一点点这种水洗做就的风格 好特别哦 我完全没有试过这种类型的衣服 还有一个博主朋友做的品牌 RingRing寄过来的 很好看的一个棒球帽 是一个卡瑟配水蓝色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他们家的logo 然后我是要了一件应该是他们家今年新款的一件 渐变色的毛衣 哇 这个毛衣很好看耶 卡瑟配蓝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百看不厌的组合 然后它也是一个这种短款加阔袖的这样的毛衣 谢谢RingRing 另外还有一件我等了很久的外套 Emmy 有人他们家今年卖的特别特别火的一款外套 但是没有我的领码了 所以我要了一个Ema 不知道会不会大 一个非常好看的皮质的翻领外套 这个外套在冬天穿了 真的超级暖和 我之前不是穿了他们家那个白色滑服格的外套吗 真的很好穿 基本上今年冬天我就一直把它挂在那个衣柜那边每天穿 你看它是这种很精致的牛角扣 然后整个皮质也软软的 而且是大翻领 所以你在里面去配卫衣啊什么的应该也很好搭 没有很大耶 是那种比较阔型的效果 哇 这个外套也太好看了 我感觉我今年冬天后半段就只穿它了 接下来要拆一个这个很漂亮的蘑菇灯了 这个牌子是意大利一个非常有名的做灯具的品牌 然后它的设计师的这个理念也是想要创造人类之光 这个橘色的蘑菇灯已经非常火了 然后是我的一个博主朋友阿曾 之前看我新家差不多快装修好了 就给我寄过来了一个 我已经想好把它放在哪里了 本来想把它拿去新家做开箱的 但是迫不及待的现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拆 等在新家插上了再给你们拍照吧 最后我们再来拆一个非常温馨的小礼盒 是Monday Monday寄给我的 超级可爱的圣诞袜 这是一个超级好看的大松果 做的很精致 上面还有肉桂和柠檬什么的 这雪梨纸的量没想法在包里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圣诞小装饰 一个非常好看的圣诞花环 因为他们家的单品都是用真实的材质 就是松枝啊 包括这个后面的木质 还有这些肉桂啊松果都是真实的 所以你可以闻到那种非常清新的 很原始的松枝的香味 哇好漂亮的一棵小圣诞树 你看上面还挂着叮叮当当的铃铛啊 还有这种桃制的小兔子 谢谢MondayMonday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总之2022年的最后一期好 我分享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也希望我们一起快乐的买入2023 那我们下期见哦拜拜